第二節,宏觀經濟財神道 今天是2014年的12月31日 第二節回來了 高費我們繼續 解答讀者問題 其實剛才那裡還有一半未講 一未講A股 先解答讀者問題 因為有些讀者留言的地方 我就覆蓋不到 我到今天都教不了 有位讀者問問石油的問題 所以他在想是否應該抄底去買房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我就可以給大家一些經驗 第一 現在今時今日的油價 已經是由一個政治市去主導 這個政治市主導 你很明顯看到 美國、俄羅斯、沙地、阿拉伯 就是油組 現在這幾方面的實力 互相在這裏是有關係在裏面 究竟他是想跌還是想升呢 這幾個大量在裏面 是互相在這裏博弈 你在這裏這麼大量的博弈的時候 如果以我一個這麼小的偽民 你問我的性格 我就不會買去 是 因為我投資 我想賺錢 我想成功 我不是想做英雄 不用高難度挑戰 我不需要 我不但不會向高難度挑戰 我只會向低難度挑戰 當然有些人喜歡做這些事 就是另一件事 但是那個做法 那件事就叫做冒險家 嗯 冒險家也有他的市場 但就不是我的市場 我就不做這件事 當我反而 我發現市場裏面是有這樣的 即是我不能夠用我自己的智慧 或者我的知識 去分析到究竟他未來的趨勢 即是機會率有多大 基本上我是不會碰 不代表油價將來會升 因為這件事是猜不到 現在當然很多人出去猜 又說已經叫低 我告訴你 看一看過去的石油歷史 我都提出了 那個圖 你看回那些事件 你就會知道 其實所有事情 基本上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你掩蓋圖 不要看後面 你不會一直來看 看看你猜得還幾個 同樣道理 如果股市一樣 你掩蓋A股圖 掩蓋恒生主導圖 你不要連連一元 你自己掩蓋 你逐次看 你看你猜中有多少次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回答你 會升還是跌 不過問題就是 我只要告訴你 現在的形勢就是這樣 那怎樣做你就自己決定 第二件事 也有讀者說 上次我講過資金流向 希望我講得清楚些 究竟是哪裏升哪裏跌 其實原則上 我也講得很白的 即是大家回去再聽幾次 第二件事 我也希望大家量解一件事 有些事情 我是不希望講得很清晰的 我希望留一些空間 這不是為了保護自己 因為第一 我只是為了興趣 我沒有什麼需要的 所謂保護自己的事情 而最主要一件事 我事實上真的有些事情 不太肯定 那當然我 有我自己決策 我做了 我自己有自己的主意 但那是沒有我自己的風險 那我自己的風險 我自己的風險 我自己承受 但如果我把我自己的看法 太過分 那萬一我錯了 那就害了大家 那就不對 其實這件事 我就不願意發生這件事 我純粹想講道理 所以我就不會講得太白 第二 我始終覺得一件事 分享一些知識 其實我重點不是告訴別人 你怎樣做 而是我希望 可以啟發到大家去思考 可能我給了一些項目 我希望大家可以 聽到之後 就開始思考 或者你不同意我 或者你同意我 但我都希望你自己去搜證 自己去對照一下 那個做法 對不對 然後找出自己的腦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想做這個節目 或者我寫blog的最主要原因 是 說回剛才A股那裏 剛才我講過 我講了整個結構形勢 是 我想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但是有些人會問 喂 其實A股ETF 都有一些畢類性 都有很多Wallon 都很大成交 是 很熱的 那一樣會影響到 那我就想分析一件事 因為現在香港A股的ETF 即A股ETF 就是那兩隻最出名 當然還有其他的 我知道 但比較出名只有兩隻 但你明白 那些A股ETF 因為它是 我理解就是 它是一個追蹤指數的做法 即是說 它是一個 所謂我們叫被動式 即是說 它是原則上 跟著指數去上落 即是去追蹤指數 這樣 詳細大家應該看回 那個ETF 它是有一個 叫做 基金章程 英文叫Prospentis 大家好好看回那個東西 因為你投資的東西 要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 那你想想一下 如果A股 A股的升跌 是靠裡面的 A股的運作去升跌 是啊 不是我香港的ETF 可以推進去升跌 因為理論上的形式 A股是一個主持人 香港的一個僧侶 即是因果的關係 是的 應該是這樣 我理解應該是這樣 好了 所以未必構成剛才我所說的 香港恒指 成份股和那些 波鈴的關係 或者期指的關係 如果這個理論是對的話 那你想想A股裡面 有沒有期指的參與呢 A股有的 但是是不是這麼厲害呢 還有參與的 是不是國際大戶呢 但是始終 你說A股 就是玩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面心300指數 始終它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沒錯 都是要50萬以上的 投資額以上才可以開戶 是 詳細我就不知道 但是似乎我印象 裡面的所謂A股的期指 或者什麼 沒有我們香港那麼通行 始終呢 因為它是比較 叫做期指 和股票市場 就只是一個指數和相關指數期貨的關係 它沒有其他配套產品 給它做對沖 沒錯 在香港不同的嘛 即是香港期貨有期權 期權還有場外 場外還有可能是黑期 還有夜期 還有新加坡那些 還有ADR 沒錯 很多東西給你做 一個不同的全方位去對沖 但是你上證 根本就除了是股票市場之外 都沒有其他可以做到的 還有你國際大會 進去裡面炒裡面的期指 相當量當然高很多 香港當然方便很多 是啊 還有你國內大指數權重股的 都是國內大投資者去保持 你說外資可不可以配搭到呢 又是難 簡單來說 這個世界很多事情都是取義不取難 大家都做生意而已 我不是想做英雄的 做生意想賺錢 賺錢當然用一個成本低一點 簡單方便一點的方法去做 反正都是錢是不需要計較 你是用一個很複雜的手段去賺回來 因為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賺回來 所以這個是用一個現實角度去考慮 所以我相信A股的表現 可能會比較像以前那種傳統的股票市場 將來再看正確 因為不斷政策會出的 可能會改變不一定 說回之前 上個星期 我就說過 所謂的通縮和通脹問題 近期 開始有很多人提 通脹和通縮的問題 我就覺得很搞笑的 為什麼呢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呢 當市場上升通脹的時候 那些人又怕通脹 惡性通脹 那些都是一、兩年前的事 我還不是說 怕中國的通脹壓又高 又擔心成本增大 削減性增力 消費又影響 現在反過來 通脹低的時候 又怕通縮 又怕到時有GDP又不行 那些事情 好像什麼時候都唱得淡 反過來日本又唱 如果通脹呢 通脹呢 那些時候又好 很開心 美國又唱 如果有通縮呢 又不行 歐洲又是這樣 有沒有發覺呢 同一個 term呢 好像任何人玩 我覺得這件事 是學過輿論 是想怎樣去演繹 去配合市況 就可以怎樣演繹的了 那我覺得呢 如果不想讓別人牽著鼻子走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搞清楚 究竟這些是什麼 是的 你搞清楚這些是什麼 你自己可以分析 究竟那個道理是不是這樣 你自己去決定 所以我想說一說 當然很多人說 通貨膨脹我也知道什麼 通縮也知道什麼 其實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起碼我聽到很多評論 我都很懷疑 其實他知不知道是什麼 我想說一說 第一 什麼叫通貨膨脹 大家都明白 通貨膨脹呢 就是說每一年的物價上升 是的 但是很多人搞錯了 一件事叫通脹放緩 還有通貨緊縮 就是我們叫通縮 通脹放緩呢 就是Disinflation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今年的物價 是3%的通脹 那就是上年100元的東西 今年要103元才買到 是 但是如果下年的通脹 是2%的話呢 就是說下年的東西 就是103元再加多2%才買到 是的 但是很多人就會出來跟你說 通貨膨脹率跌了 上年3% 現在2% 是不是 現在是否很喜歡這樣說 通貨膨脹率比之前的CPI 很多人都會說 通脹率跌了 那怕什麼 是怕通縮 通縮風險 每個人都說的 其實這樣叫通縮 那不是通縮 那只是通脹放緩 通脹放緩 是否一件壞事呢 就是看你那個程度有多少 還有看你什麼時候發生 是的 那通縮是什麼意思呢 通縮的意思就是說 一年比一年的價格低 就是今年100元買的東西 下年98元買到 下年98元買到 下年98元買的東西 大後年可能90元買到 那這個才叫通貨收縮 通貨收縮就是說 這日越買越便宜 其實這日越買越便宜 其實這日越買越便宜 是否一定壞事呢 對於拿著錢的人來說 就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的錢越來值錢 是的 這些錢越來好小 那反過來 通脹對於普羅市民來說 不是一件好事 為何那些日越買越貴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但是為何那些人這麼說通脹通縮呢 其實裡面是混流了幾點的 那是為何那些人出來說話 我經常覺得 好像都是說一個故事一半的 其實通脹 基本上最少都有四種 四種通脹的 好等就不知道 第一個就是需求帶動 因為需求增加了 所以價錢就升了 就是整體社會裡面的物價 需求都增加了 所以物價就上升 那這個通脹當然是好 因為代表大家有錢 或者有能力去買 是吧 但這個也不一定是真的 因為你看看 比如說 好像有些地方 可能很多外來的遊客 來到買東西 買到貴了 但是你本地人的收入沒有增加 那這個通脹是升了 是需求令到你增加 但實際上對經濟人物一定好 就未必一定好的 那這個是一個例子 第二個就是成本帶動的通脹 什麼成本帶動呢 就是因為那些生產的成本一直增加 所以它要加價才能頂得到 那它加價的過程裡面 那那些物價便會上升 那這個是另一種通脹來的 那這個成本增加也未必是壞事 因為成本增加其中包括了一個就是人工的增加 就是可能你人工多了 那比如說通脹 譬如你在大陸十年前的工廠 那些人的人工和十年後的工廠 那些人工當然是不同的 那它升了那麼多 那當然有一定的通脹壓力在裡面 那但是對於工人來說 那收入好了 那當然是好的 是吧 對廠家不是那麼好 可能成本增加了 或者生意難做了 那第三種通脹呢 就是因為是入口的通脹 什麼入口通脹 譬如說最容易出現的就是 譬如石油一路 過去那幾年 一路一直升 那我們大陸裡面的通脹就大了 因為為什麼它不斷入口外面的石油 那石油的價格一路升的時候呢 那它的所有成本都會跪了 那譬如衣食住人都會跪 譬如駕車啊 那樣東西都會跪 那就形成了一個所謂入口的通脹 那入口通脹 通常來講 就當然不是那麼有利 因為不是你主導 是外面控制你 第四種通脹呢 就是貨幣變成 貨幣變成 譬如說好像聯儲局那樣 不斷QE 那大家都明白 這個道理很簡單 那所以當有人談論通脹的時候 我們第一樣要分析 你是在說什麼通脹先 就是今天你說通脹升還是跌 究竟這個通脹的結構是什麼通脹 譬如你說中國的通脹 那中國的通脹 究竟在結構裡面 是屬於需求增加的通脹 成本差的通脹 或者是貨幣政策 通脹 因為入口的通脹 我們要從這方面分析 那你才能下到一個定論 究竟是怎樣 那這個當然要大家繼續做功夫 那第二樣東西 那就講通縮 那通縮是否真的那麼差呢 通縮呢 當然很多的所謂的 就是很多那些大經濟學家或者那些官員 他都很怕通縮 為什麼通縮多時意味著 就是那些人的需求減少 在於需求減少之下 這個價格是越來越跌 通縮有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令到那些人延遲消費 為什麼我明知道這件事 一年後便宜一些 我現在為什麼要買 是不是 這樣做惡性循環 通縮其實香港也經歷過 我當然也經歷過 大概都是2000年到2003年左右 那段時間 就是沙士那段時間 是有這樣的經驗 但是你發覺通縮的衣服 越賣越便宜 但是沒有人買的 就是排隊 送了東西 甚至我記得有一段時間 好像去股票行 是有叉燒飯送的 是的 你上來 你只要上來坐下 你才會送叉燒飯給你吃 是有這樣的事 真的這麼便宜 然後還有一元雞 一元雞 真的是一元買一隻雞 那段時間就是一些通縮的 即是現實的寫照 講一句俗語 就是賤蜜鬥窮人 為什麼會說賤蜜鬥窮人 這麼恐怖 明明通縮的東西便宜了便宜了 因為通縮很多時候 會令到很多人失業 或者人的人工可能要減 因為那段時間也會減人工 減人工 或者人的收入少了 那你說你的收入的跌幅 可能大於物價跌幅 那你就是賤蜜鬥窮 那些人是便宜的 但你可能都不經常賣蜜窮 就沒有錢買 所以大家分開幾樣東西 來分析這些東西 所以當那些人經常在說 怕通縮風險 第一我會問一個問題 現在的CPI是多少 0以下負數才會通縮 當然他的語言技巧很好 就可能說有通縮風險 下行價值 即是沒發生 即是有可能 那什麼都有可能 我就可以說有通脹風險 上網不是 Sky is the limit 上到一百一千都可以 我也會說 有個上網空間很大 例如股票跌了 譬如10元跌落兩元 那你說10元跌落兩元 上回10元就可能賺八元 那兩元可以跌落兩元 那兩元可以跌落兩元 你永遠都可以說 上行風險是下行風險 那你想一下下行究竟 有多少步驟下去呢 還有他下行的機會有多大 是什麼令到他會下行呢 最重要是找出一個原因 因為我知道好像我們也有日本的聽眾 當然一句 日本的經濟 為什麼之前安倍經濟學石 說要搞通脹搞通脹 因為他們的信念 就是說有通脹就令到經濟會繁榮 會走上來 但是我的疑慮就是說 他的通脹是怎樣做出來的 他的通脹是通過貨幣政策去貶值 但是這個通脹不是因為需求增加而帶動 如果不是需求帶動 而是因為貨幣貶值而帶動 其實是否真的令到經濟可以繁榮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當然真真正正最大的問題是怎樣 就拭目以待 但是暫時看這一兩年 就似乎真的不太成功了 就如我之前一早在文章裡有說過 我對這個做法我是不是這麼認同 原因是因為這個通脹只是一個名稱 但是達到通脹的手段 如果你用貨幣貶值去達到的話 基本上不是一定可以啟動得到那個經濟 還會可能有其他更大的後遺症出現 如果你有日本朋友在那邊住 或者是熟悉一些的 你都知道其實很多人買東西 東西貴了 但是他人工沒有加到 其實是苦不堪然的 是啊 那基本上就今集就差不多了 是啊 那我們下星期 下星期回來 2015年 下星期回來 我們多說一些中國經濟的東西 因為中國經濟有很多東西 我是很想說 但是幾集都沒有機會說 我們集中一下中國經濟有什麼看法 A股方面我們都會再著墨多些 也都會講多些這一方面的東西 好嗎 好啊 那我們繼續向我們研究方向 OK 下個鏈回來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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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